有感于佛法的知识浩瀚必须随时进修 民国58年修辞法师北上追随小云导师 民国51年在台中零山寺出家 修辞法师老实念佛十分精进 大家如果认识修辞法师的人 都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木脉不善于人词的人 他老实说 我在讲师父比较生气 他对文学的修养 他绝对都是非常非常之不欠缺的 很多人都以这一点 会讲修辞法师文理都不好 但是我告诉各位 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出家人 他从年轻就立志 十八岁就出家了 那他在出家的时候 他第一次见到小云导师 他觉得说非常心仪 小云导师的一些风范仪态 他就立志在佛光山佛教学院 他是第二期非常早的 很多现在庙里的住持都是他的同学 或者他的后期的同学 那他就依然各人来 他毕业以后就要来追随小云导师 小云导师当初在阳宾山文化大学在任教 那小云导师本身他从香港过来的 他没什么情况 而且身体非常的不好 那过来的时候 他就安排我们师父 去在佛光大学能够来 庞厅 让他有多一点的机会 再去磨练磨练他的文词的修饰 有鉴于佛法知识浩瀚 必须随时进修 修持法师于是北上 追随小云导师 十方新闻记者 来依荣台北采访报导